科技与传媒 听众朋友 白俄罗斯是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东欧国家 该国首都明斯克成为乌克兰危机的谈判调解地 该国总统卢卡申科在谈判中跑前跑后 这都增加了白俄罗斯及其总统的知名度 而国际传媒的目光也不得不投射到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年仅11岁的小儿子考利亚的身上 因为60岁的白俄总统总是将这个孩子带在身边参加各种官方活动 白俄罗斯有950万人口 该国首都明斯克以街道干净出名 这曾经得到了中国环球时报的介绍 但中国读者也许不太知道的是 今年60岁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经执政21年 他在1994年上台后 一直通过受到争议的几次选举保持着总统权位 被华盛顿称为是欧洲最后一个独裁者 在2010年上次总统选举时 9个候选人中有7个最后都被投进了监狱 该国的警察人数为12万5千人 还有一万两千个仍然还叫克格勃的密探特务 平均每750人一个特务 在白俄罗斯克格勃机构的大门上 还赫然树立着布尔什维克政治警察机关的先祖的雕像 该国的新闻自由状况也十分糟糕 由于今年11月又要举行总统大选 今年间被逮捕的记者将会超过百人 至于今年总统选举的结果会怎么样 更是毫无悬念 现任总统卢卡申科不仅会连任 他还会高风格的自动把得票比例降低10% 美其名曰为了符合欧洲的标准 2010年总统选举时 在任总统卢卡申科就曾经把自己的得票率 从93%降到了83% 再回到白俄总统11岁儿子的话题上 这个小儿子考利亚是卢卡申科的第三个儿子 生母曾经是总统私人医生 后来两人离异 总统权大无边 争得了儿子抚养权 自然不在话下 卢卡申科并未与原配夫人离婚 而是被血藏在老家 他们两人曾经有两个大儿子 都已经三四十岁 四十岁的大儿子是白俄罗斯的安全负责人 而且是该国的二号人物 按照独裁者的一般逻辑 卢卡申科完全可以把大儿子扶持起来 接下手中的权力 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卢卡申科一天到晚 把尚在童年的小儿子待在身边 使他的成年儿子感到难堪 父子关系恶化 另一方面 卢卡申科虽然已经当了21年的总统 但还没有当够 他可能还想继续当下去 毕竟他才60岁 11岁的小儿子在一二十年内还不能接班 就还不会惦记他的权杖 最初几年 卢卡申科对公众隐瞒非婚生儿子的存在 但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耸动下 之后就把这个年仅几岁的小儿子 带到了国际传媒的镜头之下 并且越来越高调 甚至走火入魔 卢卡申科在许多公众场合都拉着小儿子的手 扶着他的肩膀 甚至让他坐在自己的膝盖上 在总统大选投票时 这个孩子拿着父亲的选票投进票箱 还说 爸爸 你应该为自己投一票 在2012年6月 卢卡申科访问委内瑞拉时 向查维斯总统介绍随同的小儿子说 这是二十年后将能接班的人 而他儿子的礼服口袋里 还装着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赠送的镀金小手枪 这个孩子也就像小大人一样的 参加成人的公众活动 一朝一世都向父亲 外国的外交官们说 卢卡申科正在给自己复制一个克隆人 的确 这是一个专制政权之下的克隆人 而专制体制的标准国民都类似克隆人 白俄罗斯崇尚清洁整齐 在明斯克成群的人从清晨开始 就集体上街打扫 墙上唯一的广告是由 我爱白俄罗斯标语的 麦田草莓风景化 周日的学生活动也是为政府机关油漆栏杆 令国际传媒惊议的是 最近在白俄罗斯举行5000军人阅兵仪式的时候 这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也身穿军装 站在净军里的总统附近的身边 在长达两小时的过程中 虽然他不时眨眼撇嘴耸动鼻子 但却坚持到了最后 因为他到底已经是多次参加这种阅兵式了 不过这种官方活动的纪律 并未掩饰这种特殊教育的奇形和缺失 这个孩子在睡觉前不断地要求父亲重复讲述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故事 尽管他已经对这些故事烂熟于心 他在总统飞机上曾经发飙 发誓当了部长就杀了令他不满的女乘务员 由于参加官方活动 他也常常缺客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同龄人的环境中 法国观点杂志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及其小儿子的特殊关系 引述该国知情人士的评论说 卢卡申科本人的经历就如同一本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教科书 在自己的童年 连军人打仗游戏也不能玩的卢卡申科 现在想把国家的军队都交给自己的未成年儿子 他能不能把权交给小儿子是未知的 但他的政权会倒台 这是无疑的 听众朋友 以上是今天的科技与传媒 介绍从幼年起就走进传媒目光的白俄罗斯总统之子 由肖曼编波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